这不对 我们的战神抱抱拿个头啊 兄弟们乐哥的无级别大多数都是自己鉴定着玩啊 然后没啥事扔到这个号手呢 然后顺便练了一个天纲地啥 乐哥对于这个号投入的经历呢 大概是五神坛的十五分之一吧 然后 但是这不对 入乡随俗嘛 没精力玩不代表没有钱玩啊 没有办法 顺便更新了一个神马加宁光练彩的啊 加力皮的十四技能宝宝 兄弟们怎么样 还行吧 没有精力玩不是没钱玩 除了卧槽 你们还能说啥 十四技能啊 壁垒 神马 力皮啊 已经是成常规搭配的顶尖啊 还他妈多了一个特殊技能之灵光练彩啊 你想要行天那个造型 那就是啊 转一次角色再加上一个武器造型啊 行天 行天之逆是吧啊 五虎断魂 我就一直不喜欢静台妙题加虚迷 因为加点的时候会纠结 你说你体质加多了吧 虚迷白瞎了 你法力加多吧 静台妙题白瞎了 对不对 就好像你有两台最好的车 你开哪个另外的一个都可惜了 对不对 你换着开也不能两个同时开 你一个脚没法踩在两个车的油门上啊 初期不易啊 初期不易加虚迷啊 静台妙题迁速归宿司机啊 静台妙题归宿司机 404个属性点没加有7000血 这只宝宝其实也不用属性点没加 肯定全加血啊 死亡法房大静台 哎呀 这只屌 这只屌 这只真的屌 这只太他妈的屌啊 去那么静台不看子指知道吧 因为有静台的话 今年不行 明年一定行啊 这两只宝宝啊 这两只宝宝 屌啊 这这只宝宝 力批 静台加壁垒12技能 进击必杀都有了 带高级吸血 幸运加明思 两个加招架 三个生存技能拳 没有神技也无所谓 对不对啊 没有反阵也无所谓 这个技能搭配真的好 这个他妈真的有点屌 这个就是有点可惜的话 没法开局 没法开局 但因为他有进击必杀浪费了啊 哎 这俩宝宝哪个屌 哪个屌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再更屌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屌12技能的反而会更屌 有静台的跟没有静台的已经是两种类型的宝宝了啊 相当于宝宝加了个无级别的特效嘛 然后资质好的 它是慢慢养的 资质不好 每年吃的元宝吸收 它太好了啊 这游戏没法玩了 没事 等会让你更没法玩啊 乐哥说他觉得13技能的排完速度更凉 就有些时候吧 你好不玩啊 看到这更爽啊 看着都爽 这只资质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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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